《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你我她的事》 健康那些事 今天会不会早收工 当然 有你们两位阿姐的加持 今天肯定能够早收工的 妈妈 你有事吗 不是 我在想如果早收工的话 我就可以帮我妈妈跑跑腿 看她需要买什么 我帮她买 我也是交代我妈 有什么需要 交代我们年轻人去买就行了 好女儿 两位真的是妈妈的乖女儿 那随着我们的这个组断措施的放宽 每户家庭能够有五个访客 应该很多人一直都会猛回娘家吧 那也不见得 因为组断措施期间 很多妈妈们已经开始学会视讯了 所以每天都在跟妈妈视讯 我觉得这视讯非常地方便 只要短短几句话报个平安 妈妈就很安心了 真的很希望我们所有的长辈们 都能够像两位的妈妈那样 拥抱我们的新科技 学习新科技 让生活更便利 其实最终的电脑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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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精彩 竹来竹来竹来 所以大家每天都在一起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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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跟年轻人沟通交流 何乐意不为呢 不止我们的科技技能 还有我们的运动体力 我们都应该努力地自我提升 好了 我好像听到Net教练的呼唤了 大家要去做运动了 Let's go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运动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Net老师 好 今天我们要训练的是核心肌群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做好你的中心姿势 好 我们先做热身 等一下老师会用沙发抱枕 教你怎么去做使用 来 准备热身了 先把你的一只手拿起来 好 另外一只手请你扶椅子 好 这时候请你用你的手肘碰你的这个膝盖的部分 来 一 二 因为我们现在在热身 所以动作不用太大 很好 是 记得数出来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直接换一边 来 准备了 开始 一 因为我们现在在热身阶段 所以动作不用太快 慢慢慢慢的可以加大 别担心 数出来 很好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这时候把两只手放在耳朵的旁边 好 注意看老师 老师先做一次 用你的手肘一样碰膝盖 回到原本的位置 放另外一边 回来 好 这个动作本身会有难度 所以你再做出量力而为 碰不到没有关系 来 准备 但是特别注意要数出来 好 开始 一 二 好 因为我们身体会做一点点旋转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还没热身开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头晕的现象 所以请你怎么样 以不头晕为主 好 数出来 做核心肌群的运动 一定要数出来 因为你不数出来 可能憋住气对身体会不好 好 来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数出来 三 二 一 一 好 现在换旋转的部分 来 双手拿在你的胸前 好 稍微做转过来的动作 转回来 不用太快 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 它本身在旋转的会比较少用 所以你要慢慢地做 来 一 二 来 三 四 四 记得focus在身体的这个旋转 旋转手 只是一个辅助 很好 好 在热身阶段的关系 所以请你不要做太快 很好 记得数出来 别急 再来 最后十个 十 九 脚不动哦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核心也包括什么 背部对不对 所以现在请你把手往前推直 好 然后拉起来 这时候你会觉得 背部的两条肌肉紧紧的哦 来 拉直 拉起来 好 这个动作比较大 所以请你慢慢做 来 拉出去 起来算一下 一 好 伸直 背打直 二 二 很好 三 等一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都会把我们的枕头带进来 你就会知道原来有一个抱枕跟你使用 感觉会不一样哦 好 来 拉起来 很好 动作比较大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记得以步头晕为主哦 好 来 就最后五个 来 五 很好 用自己的速度哦 没关系 三 三 很好 二 来 一 好 这时候请你把你的这个沙发抱枕拿出来 好 老师有讲过哦 它的特性是软的 所以可以挤压对不对 所以来 现在请你把这个抱枕拿起来 放在你的右上边这个地方 好 这时候拿下来之后 用你对脚边的膝盖碰到它 拿起来 我们先坐一边就好了 OK 好 来 准备咯 开始 一 二 手可以的话尽量伸直哦 四 很好 五 六 七 很好 加油哦 八 九 十 好 如果你拿这个抱枕的时候 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去碰你的膝盖 可以稍微用力一点没关系 可是记得如果你是拿盒子的人 不要撞到你的膝盖哦 所以枕头跟盒子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哦 加油 好 来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好咯 换一边来准备咯 开始 一 二 三 老师要特别提醒一下 你在做任何的运动都一样 要找一个坚固的椅子哦 好 如果你在室内做运动的话 记得要让室内通风哦 不然你有时候会有呼吸不过来的情况哦 然后记得数出来 好 来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一 随时补充水分没关系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老师刚好教到旋转对不对 一样拿住你的这个抱枕 转过来 再转过来 好 记得肩膀要跟着去移动哦 来 准备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再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边紧紧的 记得哦 核心肌群就是在你的腹部这一圈都叫核心肌群 很好 怎么样的速度算是比较OK的 记得以不头晕为主 记得数出来哦 把背打直 很好 加油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好 回到中间来 记得老师刚刚讲到背部的动作对不对 好 现在把这个抱枕放在两个手的中间 把它压住 这个软软的对不对 把它压住 手往前伸直 好 把背打直之后拉起来 来咯 一起做咯 准备咯 好 推出去 拉起来算一下 一 这时候刚好就吐气对不对 好 二 很好 记得要用紧你的抱枕 三 回来 推出去 拉起来算 四 很好 推出去 五 但既然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大 所以记得以不头晕为主 好 再来就特别注意身体要怎么样 打直 不要让它有驼背的现象 不然它的脊椎压力会比较大 记得是用肌肉在用力 很好 好 来我们做最后五个 五 加油 今天比较辛苦 四 四 三 推出去 二 一 很好 现在先把这个抱枕先放在你的椅子后面 好 现在有点酸酸的我们要做一下放松 一只手扶住椅子 把身体往上拉直 把这边打开来 好 顶住之后来数出来十秒钟 一 二 三 把这边打开来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回来 换一边 记得扶住椅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回来 现在把两只脚稍微收起来 把手打开来 我们会抱住我们的大腿 拉我们后面背肌的部分 好 来抱住它 好 抱紧之后来数出来 一 二 三 记得把背打直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来慢慢把手打开来 好 来做好中心姿之后把手伸出来 准备深呼吸 来准备 好 来 吸气 搭配你的手 来 吐气 来 第二次来 吸气 今天会比较辛苦 好 来 吐气 最后一次 来 准备 来 准备 吸气 如果你发现做完三次吸气 还会觉得很喘 多做几次 来 吐气 你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老实说真的 每天早上那么一起动一动 运动一下 真的可以让身心健康 尤其是我们年长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如果您觉得身体不舒服 千万不要靠近年长者 年长的朋友们 如果碰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络互联中心 好 这次我们去休息一下 记得要多喝一点水 待会儿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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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厨了 所以我的厨艺有一点点进步 虽然我还不是很会下厨 但是相信来这里都和大家学习 我的厨艺会进步的 我要是跟她学 我们的Chef Yang 欢迎Chef Yang 大家好 是 之前我们就学会了鸡 鸭 还有猪肉 今天另外一个大家都常会吃 然后常会煮的食物 牛肉 对 牛肉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部分 有些部分就是拿来煎 Chef 你来吧 你来 好 那首先我就介绍这一块肉 这一块其实就是鸡肉 韩式烧烤常用的那种 对 其实这块肉 我们多数都是拿来煮 它的肉质很软 因为它有一点点的油性 亚洲 亚洲的就是好像韩国 他们腌制它 连来去煎 其实真的是很香 连肉质也很好 好 另外这块肉其实就是鸡肉 鸡肉 没有什么人听过 每个人的脸都是一个大问号 有 我有听过 在美国影剧里面 对 常听到这个词 美国人他们拿这块肉 他们腌制它 拿去做烧烤 中餐的话他们就是拿来煮 做牛肉面 这样就是牛腩 牛腩 牛肉面那种一片一片是这个 台湾式的 整块整块 一块一块的 一块一块的 对 他们就拿这个拿去煮 好 另外一个这个 哪一个部位看得出吗 你懂吗 鸡骨的肉 很像 其实这个是牛的脸颊 蛤 它的脸有这样多肉吗 这块牛腩的特质就是 它里面有鸡蛋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牛腩 鸡蛋 好 下来旁边的那一块 如果单看这个形状的话 不晓得人家猜得出是什么部位吗 这一块肉其实买在同胞里面 每次拿这个来煮东西的 人当 对 你看 我们两个多聪明 那个不懂的 我没有很想吃牛肉 好 其实真的你这样一看的话 大致上应该看得出 它是牛的哪一个部位的 你看 像舌头一样 舌头哪里那么长 不会这么长吧 对 而且你看这边有那个筋 牛腿 对 看 厉害 牛的小腿 对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块肉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把这些根全部剃掉 就是拿一个小刀子 把它的那个根剃掉 不然它脚不断 是 很硬 所以这个也是要长时间去焖它 然后它才会软 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稍微重一点点 所以他们就要用很多汤 来盖过那个比较重的味道 这块就是每个人都听过的 小刀子 原来长得这个样子 所以小刀子是哪一个部分 来 问一下他们 看他们知道吗 来 你先说 是哪一个部分 小刀子就是牛的背后这边 它的两条 靠近背肌 对 靠近背肌那边两条 也可以拿来切片 拿去做姜葱牛肉 中式的方法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鱼肉 为什么它叫鱼肉呢 就是因为它中间有这块肥肉 好像眼睛这样 难怪 我本身最喜欢就是鱼肉 为什么 因为它有肥肉 然后它的肉质又够软 如果你的煮法对的话 这块肉的味道很好 所以这个鱼肉比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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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鱼肉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的鱼肉就是 只是这一块肉而已 对吗 这个就是整条鱼肉 所以它们会切成一块一块 然后再拿去卖 鱼肉是没有肥的 但是它是最软的 跟那个味道是最重的 如果你是初学者 最不容易煮坏的 就是如果你煮过头 它还是会软的 那Chef 其实吃牛肉 跟其他的肉类相比 牛肉有什么好处 牛肉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帮忙补血 女孩子吃这个其实有用 红润 红润 你们看到 对 然后家里的朋友可能想说 我去煎一个牛肉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怎么煎 好 我们用一个热的锅 放一点油 那个火要很热 你们要先煎它 那个脂肪才会脆 记得不要腌你的那个牛肉 你一放盐去放在牛肉上面 它那个水分就会出来 所以那个肉质就没有这么好 其实牛肉就是要煎熟它 再把海盐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它的那个味道 那些香料的味道 就是整粒的蒜头 整粒的葱猴 然后在那个牛油跟油那边 放一点香料 蒜头的葱猴 都可以 然后给它的味道 剩进那个肉里面 所以牛肉你煎好它 你不要立刻就切它 因为你一切它 它的肉质的那个水分 就全部流逝出来 你一定要给它去休息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把一块生的牛肉 直接放进去给它倒手 因为那个烤炉的那个热度不够 你一定要煎的那个牛肉 再放进烘炉 没有 我喜欢吃我的牛排 就是来的时候很香 然后我就切到很多块 然后一块一块拿起来吃 然后护卫是不是 跟老公 也就是说正确的吃法 应该就是要吃那一口 切那一口来吃 对 然后再切下一口 你是错的 因为我切完了 我就不用再切了 一只过切到完了 就在那边一个手这样吃而已 牛肉有西式的煮法 有中式的煮法 都不一样 中餐的话 他们会放一点点那个酸辣粉 拿去腌制 给它的肉质比较软一点点 这适量 你不要这样看 适量的用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要腌过 把那个纤细跟它砍掉 所以它会比较软一点点 快快 牢记它 好吗 然后就自己去试一下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Chef 谢谢 谢谢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Chef Yang 要给他介绍一道健康的美食 知道健康的美食就是我们的海鲜米粉 我们先把我们的姜鱼仔放进去煮那个上汤 然后我们放我们的干贝 干贝是给它煮那个上汤比较甜一点 比较有海鲜的味道 上汤在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剩余的材料 好 我们先放一点油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米粉也是用糙米做成的 所以是比较健康的这个米粉 所以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米粉拿去炒一下先 好 放一点姜青 给它的米粉有点味道 其实每次我在超市把这个米粉买回来的时候 都是硬硬的 那我们在浸泡它 让它软化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窍 让它就口感比较好一点 其实你可以用烧水泡它 它就比较快软 如果你要炒米粉 你要它有口感的话 你不要它太绵的话 等一下你就用冷水去泡它就好了 就是有不一样的作用 这米粉好了 我们就放边 好香 我们的汤头也是差不多要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炒那个海鲜的料 放一点橄榄油 敲两颗鸡蛋 其实这个鸡蛋的作用也是把那个 是浓稠一点 我们淋一点 我刚才熬的汤 刚刚我一直在想 原来这个汤头应该现在放 我还以为要到最后才放汤头 这是白米粉的做法 所以那个上汤的味道已经很好了 是 然后那个鸡蛋会给那个面浓稠一点 然后现在我们放我们的海鲜 其实煮这个虾 要怎么样才能够注意到 让它的这个肉质保持很有口感 其实我本身 我就不喜欢把那个壳去掉 因为它没有东西保护它 你不是很会控制火候的话 那个虾很快就会裁掉 所以我永远做不了大厨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要摊方便 我都会把虾壳拔掉 对 方便吃 方便吃 就先苦后甜的 你先拔掉煮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直接 对 可是问题是现在Chef讲的是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变成它的肉很快就会硬掉 对 不是 因为你不会煮吗 你会煮的话就没问题了 你控制火候控制得到就好 可是那个虾头呢 其实它的胆固醇也是很高 如果你本身有高胆固醇的话 你就把虾头拿掉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不要 后面才加鸡蛋 为什么先放鸡蛋呢 因为你后面才放 你就没有那个一块一块的感觉 然后那个汤可能就没有加浓稠 我们放一点青菜 其实来到这个步骤应该都会比较简单的 就是每样东西都配菜都放下去 对 可是那个墨鱼我们就不要这样快放 因为墨鱼很快就会熟了 是 你看 所以让那个米粉吸收那个汤头的 那个上汤的那个味道 所以现在如果要放鱼片的话 可以吗 对 这道菜也是可以放鱼片 好像生鱼片就很适合这道菜 可是鱼片如果切不好的话 它很容易烂掉 那其实你就汆烫后才加入里面 好 我们放多一点点的生抽 还有我最喜欢的胡椒粉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道海鲜米粉 准备上菜了 这个汤很香 很入味 那个米粉很入味 可是刚刚我们好像没有加到什么调味料 对吗 就是只有生抽味 全部就是天然的 从那个姜鱼仔跟那个干贝的 那个天然的味道 而且营养均衡 对 颜色又好看 有白 有红 有青 这道菜很好 所以记得 如果周末的时候 想要煮一些健康营养餐的话 很简单 到米卧去重复看一看 整个步骤该怎么煮呢 包括 我跟你讲 不管是你的婆婆 公公 或者你老公都会觉得 你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咸内助 好 我就会回去煮 你知道我在讲你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